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虫毛君 在我以往的视频中 咱们开箱测评过很多 关于取火的设备 比如说取火棒 或者是万次火柴 甚至还有钻木取火的道具 这些取火设备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今天我要开箱试玩一款 非常新奇 非常牛叉的取火设备 那至于有多牛呢 你们听一下名字 就可以感受到 空气压缩取火仪 这就是我们的空气压缩取火仪 就是一个管子和一个火塞 火塞的头部有两个橡胶圈 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密封 并且压缩空气的作用 看一下说明书 本一系是演示 封闭容器内的气体 受到极具压缩时 温度升高 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的现象 有没有初衷的朋友们 我帮你们复习一下物理功课 这里面是有一条棉花 我们取一点 把它放在这个管子底部 棉花放入底部之后 我们需要在这个火塞的头部 涂上一些凡事林 卖家赠送了一条头凡事林 涂上凡事林之后 我们把火塞插入管道 然后猛的一压 管道里面的空气 瞬间被压缩 就可以点燃里面的棉花 凡事林在这里起到的 应该就是润滑的作用 我们来先把管道润滑一下 把整个管道壁都润滑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决定成败的一步 我们把这个火塞 塞入到这个管道口 然后把盖子拧紧 看能不能一次成功 三 二 一 砍 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咱们的这个棉花并没有被点燃 而且这个棉花一点点被烧的痕迹都没有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看卖家的视频是很容易就可以将棉花点燃的 咱们这样我把这个棉花倒入一点酒精 让它变得更易燃 这是沾了酒精的棉花 我们把它放进去 直接蘸起来 刚刚虽然管道里面出现了很多白色的烟雾 但是并没有出现明火 所以这并不代表我们用压缩空气取火成功 还远没有达到卖家视频里的那种效果 不过我好像找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桌子它太晃了 好的这次我们直接在这个坚硬的地面上来做最后一次测试 这一次我将用尽我全身的力气压下去 危险性数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不成功变成人 大家千万不要忙忙 靠近一点 3 2 1 BG呢刚刚开玩笑回了一下气门 现在我们来真的 用尽全身的力气 3 2 1 事情到这里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刚刚我们的确是成功了 这个玻璃管里面是出现了火苗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用它来取火 这只是一个实验展示装置 4 2 3 4 4 5 5 4 5 6 7 8 7 7